镜头转回台湾继续要带您来看 濒临绝种的台湾黑熊现身在中央山脉 这是台东领馆处工作人员 在南恒山区意外拍摄到的画面 高大的台湾黑熊用双臂环抱树干 好像是在寻找食物 虽然现在全台湾的黑熊 大约只剩下200只左右 不过能拍到这样的画面 由专家推测 可能代表黑熊族群已经在逐渐增加 大黑熊突然从镜头前探出来 巨大的身体扭挖扭 低着头在地上寻找食物 闻一闻右边的树再换左边 最后慢慢的消失在森林里 还有这只台湾黑熊突然站起身子 抬起左脚 试图要爬上青钢立树干 而且还露出大腿 好像在跳钢管舞 非常的活泼 领馆处工作人员架设定点摄影机 想捕捉台湾黑熊的身影 现在更拍到黑熊不冬眠出没觅食 它的食物来源应该是不缺乏的 所以我想它应该是不会有冬眠的这种现象 短短的影像十分珍贵 因为根据统计台湾黑熊的数量 只剩下200只左右 简直比猫熊还要稀有 很高兴的是台湾黑熊应该 现在的族群应该慢慢的 逐渐的在恢复当中 再度看到黑熊出没代表他们的数量 逐步增加而且有了固定棲息地 对黑熊富裕而言真的是好消息 记者陈均一台东报道